我们要谈什么话题呢 我们谈危机 近期啊说到危机 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国家叫做土耳其 其实我们在节目中啊 对于土耳其的这个经济状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埃尔多安啊一位非常富有争议的这样的一位穆斯林的强硬的民粹主义的领导人 他之前的管理土耳其的经济的时候 还有这样的一条铁律 就是加息是不符合我们穆斯林宗教信仰的 因此不能加息 那不加息啊就导致整个土耳其的这个这个央行啊 基本完全处于一个瘫痪的状态 通货膨胀连年增高 而土耳其的人民的财富啊 是在一年之内缩水将近百分之五十 但是近期啊我们看到 埃尔多安获得了新的任期之后 在一系列央行和重要财政官员的任命中 似乎是展现出了某一种更负主流色彩的 这样的一个情势 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啊 埃尔多安呢是新任为新任命了一位啊 这个土耳其的央行行长 或者叫提名了土耳其的央行行长 是谁呢 普林斯顿的一位经济学家 那么之前呢在普林斯顿是获得的金融工程和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 在美国华尔街可以说是执掌啊 多个银行多年有二十年的 在美国主掌啊财务以及主掌金融关系的 这样一位经历的一个女性 现在他要回到土耳其去当中央银行的行长 还有呢就是土耳其版的财政度长啊 他们叫做财政 财政事务大臣 也是一个华尔街宠儿 之前的是美林银行在中东和欧洲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策略主管 那么长期呢在英国受训练 长期在英国工作也有英国土耳其的双重公民身份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我们双管齐下配合 解决土耳其现在面临的通胀危机 让土耳其的经济重新恢复到某一种正常的地带呢 等下在《思想先据报》中 我们会为大家进行更详细的介绍 在《思想先据报》中我们注重为大家介绍呢 是近期出版的一本新书 新书的名字叫做大崩盘 虽然叫大崩盘实际是一本历史书 讲的是过去100年人类社会发生的 大大小小各次经济和金融危机 那么这一本书的作者啊 在整理了各次危机之后 就发现了一个让我们听起来 可能觉得有一点匪夷所思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就是历次危机啊 从前照到演变到解决方式都是极其一致的 那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 既然每一次危机都有这么可循的规律 为什么我们人类还是一次又一次的走入了危机呢 所以今天思想先去报的这个节目的题目叫做 人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今天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来详细的梳理 过去100年各次危机在形成和发展 演变到最后造成结果的 整个的这个规律循环中有怎样的共同点 中国现在是不是也面临着下一次大崩盘 节目最后是最重要的环节 感谢今天给我们打赏支持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如是我们打赏 感谢甜点打赏 感谢金山打赏 感谢涛克打赏 感谢明哲打赏 谢谢这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支持 稍后有更多 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是如是我们打赏 已经感谢了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 稍后是华尔街联报 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新闻消息 全球媒体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分析总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房地产简报 我是兴风 彭博社报道 央行放松中国杠杆指标创记录 由于在岸金融机构利用充足的流动性来增加借款 中国货币市场的杠杆活动指标再次创下记录 数据显示本周二的隔夜回购交易的成交额 飙升至7.9万亿元的历史高点 交易量的增加可能表明 银行利用廉价的融资成本来购买债券 虽然官员们不鼓励金融系统的杠杆化迹象 但是数据表明一些交易员正在打赌 中国人民银行将保持宽松的货币条件 以支持脆弱的经济 方正证券的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维表示 随着经济失去动力 市场不认为央行会收紧流动性 所以交易员敢于增加杠杆 而由于实体经济需求不足 流动性留在银行间市场 市场预期中国人民银行将会进一步宽松 回购成交额可能会继续创下新高 在更广泛的宽松措施的希望下 债券已经反弹 中国十年期债券收益率 已经从二月份的高点下降了20多个基点 至2.70% 分析师表示购买短期政府债券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如果接下来当局对房地产行业采取刺激措施 可能会影响长端曲线 为交易者提供更好的流动性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失去全球外籍人士居住最昂贵城市的地位 根据一项最新调查 香港四年来首次失去了 全球外籍人士居住成本最高的城市的地位 目前排名全球第二 纽约位居榜首 日内瓦和伦敦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四 新加坡则从第13位上升了8个名次来到第5位 因为它的房价在过去一年迅速上涨 年度排名是根据今年3月份 收集的调查数据推导出来的 包括衣食住行和娱乐的生活成本 2020年9月 调查机构开始将房租和水电费考虑在内 导致香港的排名从第四位一跃而升至第一位 但是今年香港在四年后 首次失去了第一的位置 因为香港的房价下跌 租金下跌 今年其他几个亚洲城市的排名也出现了下降 东京的排名下降了5位 降至第10位 调查将此归因于日元的持续贬值 令它对外国人来说生活成本下降 中国的大陆城市上海和广州 也划出了前10名 分别排在第13和第14位 报告解释 大陆相对较晚的摆脱与疫情有关的限制 对其经济产生了影响 再加上人民币贬值 令大陆城市的生活成本下降 但是新加坡却逆势而上 从2022年的第13位上升到今年的第5位 原因是由于住房供应跟不上需求 住房成本在新加坡迅速上升 现在新加坡私人住宅的中位价格 为120万美元 是亚太地区的城市中最高的 而香港的私人住宅价格则下降了8.7% 回到了2017年的水平 2022年第四季度的香港整体租金 同比下降了3.8% 尽管香港房价下跌 但是想买房的人士却发现并不是这么容易 因为香港的房东都在等待情况的好转 尽管香港的排名较低 但是外籍人士表示生活成本仍然很高 而在榜单的其他地方 韩国首尔在今年月居第9位 报告将其上升归因于税收法规的变化 导致首尔的房地产供应下降 房价上升 而在美国高通胀率和强势美元的推动下 美国的许多城市的排名都有所上升 纽约的房租飙升令它冲到了全球第一的位置 欧洲城市的表现则参差不齐 日内瓦和伦敦保留了原本的位置 而挪威和瑞典的城市平均下降了10位 调查人士认为这是由于货币疲软造成的 俄乌战争也对排名产生了影响 在许多乌克兰难民逃离的地方 尤其是波兰的城市 房租上涨高达50% 路透社报道 英国房价自2012年以来 首次出现年度下跌 根据贷款机构Hollyfax的数据 英国房价自2012年以来 首次出现年度下跌 在抵押贷款利率再次飙升后 借款人的压力也随之增加 Hollyfax在本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说 5月份的平均房价比一年前下降了1% 为286,532英镑 这意味着房屋成本 现在比去年8月的峰值低了2.5% 英国央行已经推出了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最积极的一系列加息措施 家庭只是刚刚开始感受到压力 估计有130万人将需要再融资 报告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 英国住房市场的短暂回升已经消退 利率上升的影响将逐渐传导到家庭预算 最通用的贷款利率现在超过5% 根据房产网站的数据 5年期贷款利率本周跳升至5.02% 高于前一周的4.55% 专家表示 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 将不可避免的影响住房市场的信心 英国住房市场在经历了强劲的三年之后 正在回落 但是不是从悬崖上直接掉下来 最大的同比跌幅出现在英格兰南部和伦敦 公寓的价值下降幅度最大 与一年前相比下降了1.9% 金融评级机构惠誉周二警告 今年英国人的抵押贷款承受能力 将退化到2008年以来的最弱水平 国会山报报导 现金买家占美国房屋销售的三分之一以上 根据房地产经纪公司的最新报告 美国4月份用现金支付的购房者 购买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房屋 这是近10年来的最高比例 现金购买的比例与抵押贷款利率一起同步上升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 使月付款超出了许多潜在买家的预算 高级经济学家表示 能够用现金支付的买家 可能会选择完全避免增加美约的抵押贷款费用 或者如果他们愿意承担抵押贷款 那么他们会将现金投资于具有更大回报的资产 报告还发现 购房者用于支付首付款的金额急剧下降 4月份美国购房者的典型首付款为52,500美元 比一年前下降了18% 这是自疫情以来的最大降幅 4月份的首付款中位数 相当于房屋购买价格的13% 在过去一年里抵押贷款利率变化很大 而美联储通过提高利率来对抗通货膨胀 这些利率的提高是曾经红火的住房市场急剧降温 上周30年期平均利率攀升至6.79% 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买房需求 以上就是本期房地产简报的全部内容 更多全球最新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度brief.com 在上面大家可以订阅各类符合你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也有专业定制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收看本期华尔街网报 今天是2023年6月8日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消息以及评论分析 两名熟悉日程安排的人告诉Politico 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计划最早在下周前往北京 这次访问 国务院仍在敲定细节 将标志着自2018年时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访问以来 美国官员对中国的最高级访问 两人之意说 布林肯在目前前往中东旅行后 有望抵达北京 两人都获得了匿名 因为他们无权公开谈论敏感的外交旅行 国务卿本周在沙特阿拉伯举行多次会议 包括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作战的国家聚会 当被问及对中国计划发表评论时 国务院发言人Verdon Patel表示 我们没有任何旅行要为国务卿宣布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证实布林肯即将访问中国 发言人刘鹏宇只说 中国愿意与美国进行对话 在周四有报道称 北京正在与古巴谈判 已建立对美国侦查情报的立足点 美国和古巴政府都否认了这些指控 在2月份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几乎崩溃后 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恢复高层外交和军事沟通 布林肯原定于几天后访问中国 但由于气球上的怨恨而推迟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John Kirby周二表示 本周早些时候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Daniel Crittenbrink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 Sarah Barron访问北京的目标之一是确保沟通渠道保持畅通 并讨论未来访问高层访问的潜力 最近几周 中国外交部官员公开拒绝了拜登政府的外联活动 包括美国对高科技半导体的出口限制 对台湾的持续武器销售 以及拜登政府上个月团结的七国集团成员国 以努力降低风险和多样化其经济 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上个月 乔·拜登总统预测美中关系将解冻 几天之内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飞往美国 与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会面 但北京拒绝了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国防峰会上 与同行礼尚服会面的请求 这表明双边关系仍然脆弱 与同行礼尚服会面的请求 这表明双边关系仍然脆弱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四 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时说 美国并没有要求任何人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但他正在展示伙伴关系的好处 同时 沙特王子说 他的国家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可能会增长 布林肯在利亚德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 美国仍然是波斯湾地区 大多数国家的头号选择伙伴 沙特王子说 虽然中国是他的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他的国家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 几乎每天都在刷新 布林肯的讲话是在华盛顿和北京 正在为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 即将到来的中国之行做准备的时候发表的 在美国军方击落了一个漂浮在美国大陆上空的 疑似中国间谍气球后 这次访问从2月份改期 在本周的一条推文中 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 引用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捷克·沙利文的言论 即美国希望北京将愿意包括在战略和问题上的实质性接触 伯恩斯推迟了原定于6月12日 由设在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 和6月16日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面对面活动 一位美国官员拒绝透露 推迟活动是否与布林肯的预期北京之行有关 在本周早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 美国之音问国务院副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 华盛顿是否认为北京已经准备好稳定双边关系 但批评者对布林肯之行能否从根本上改变因人权等分歧 而产生的紧张关系持怀疑态度 国会的一些人说 华盛顿正在屈从于北京的要求 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哈格蒂在推特上说 拜登政府如此迫切地想要与中国高级官员会面 以至于他正在顺从北京的要求 掩盖联邦调查局关于中国间谍气球的报告 他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国家安全和国际贸易与金融小组的成员 在为您关注外交事务的长文报道 习近平正在准备战争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他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在3月举行的中国议会及其最高政治咨询机构的年度会议上 习近平在四次讲话中都提到了战争准备的主题 其中一次告诉他的将军们要赶打 他的政府还宣布将中国的国防预算增加7.2% 该预算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一番 并计划使中国减少对外国粮食进口的依赖 而在最近几个月北京公布了新的军事准备法 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城市新建防空洞 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新建国防动员办公室 现在说这些发展意味着什么还为时过早 冲突并不确定或迫在眉睫 但北京发生了一些变化 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都不能忽视 如果习近平说他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不相信他的话将是愚蠢的 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因两个机构同时开会而被称为两会的第一个迹象 是在3月1日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论 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导下 我们将胜利前进的文章 这篇文章以军政的名义出现军政的同义词 可能指的是中国的最高军事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 并认为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进程 他还呼吁加强军临融合 习近平的政策要求私营公司和民间机构 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服务 习近平在2022年10月对中国军事领导人的讲话中 对美国进行了轻描淡写的嘲讽 面对可能强加给我们的战争 我们必须用敌人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们对话 用胜利来赢得和平和尊重 在新时代 人民军队坚持已无止战 我军已善于作战 战斗力强而闻名 他用小米和步枪 打败了装备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军队 他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敌人 上演了威武雄壮的战斗剧 震惊世界 令鬼神落泪 甚至在该文发表之前 就有迹象表明 中国领导人可能正在计划一场可能的冲突 12月 北京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 使人民解放军能够更容易地启动其预备役部队 并将战争情况下补充作战部队的制度化 正如分析家Lau Goldstein和Nathan Wechter所指出的 这些措施表明 习近平可能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的失败中 吸取了军事动员的教训 关于预备异军人的法律 并不是暗示北京准备工作的唯一法律变化 2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审议机构 通过了关于调整 中国刑事诉讼法若干规定在战时对军队适用的决定 据国营的人民日报报道 该决定赋予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整法律规定的权利 包括管辖、电护和代理、强制措施、弊案、调查、起诉、审判和判决的执行 尽管无法预测该决定将被如何使用 但它可能成为针对反对接管台湾的个人的武器 解放军也可能利用它来要求对可能被占领的领土 如台湾的法律管辖权 或者北京可以用它来迫使中国公民在战时支持其决定 自12月以来 中国政府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一系列国防动员办公室或招募中心 包括在北京、福建、湖北、湖南、内蒙古、山东、上海、四川、西藏和武汉 同时 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 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各城市已开始建造或升级防空洞 并至少有一家战士急救医院 3月 福建和该省的几个城市开始阻止海外IP地址访问政府网站 可能是为了阻碍对中国备战情况的追踪 根据当时香港明报报道 以写反西方网文而闻名的爱国网红作家周小平 跻身全国政协委员之列 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周小平接受本报专访 谈及自己霍杰纳的涉台提案 明确表示建议北京给台读者涉黑名单 并指后者如不限期投诚 致战时任何人可免则将至刺杀 并以此邀赏 周小平直接以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位立 将其同恐怖分子 阿尔盖达组织前领导人拉登向提并论 鼓励台军甚至赖的护卫将其击毙 以做民族英雄 有台湾学者表示提案离谱 反问联国民党也不可能完全认同对岸方案 到时你杀了完吗 外交事务文章认为 习近平执政十年来 有一点是明确的 那就是必须认真对待他 许多美国分析家遗憾的没有这样做 当习近平发起一系列针对腐败 私营企业 金融机构 以及房地产和科技行业的积极运动时 许多分析家预测这些运动将是短暂的 但是 这些运动经久不衰 习近平三年来严厉的零犯罪律政策也是如此 直到他在2022年底一反常态的被迫改变方向 习近平现在正在加紧进行一项长达十年的运动 以打破对美国领导的民主世界的关键经济和技术依赖 他这样做是为了迎接意识形态和地人战略斗争的新阶段 正如他所说 他关于战争准备的信息以及他将民族复兴等同与统一 标志着他恐吓台湾的政治战争运动进入了新阶段 他显然愿意使用武力来夺取该岛 目前还不清楚的是 他是否认为他可以在不冒于美国不受控制的升级风险的情况下这样做 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收看本期华尔街网报 今天是2023年6月8日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消息以及评论分析 首先来看MSNBC的最新消息 白宫对一份报告进行了回应 该报告称中国政府与古巴达成协议 在该岛上设立一个间谍基地 以监视美国军事基地和通信设施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接受MSNBC采访时表示 我看到了那篇新闻报道 它是不准确的 华尔街日报周四早些时候报道称 中国和古巴达成了秘密协议 旨在在古巴设立一个间谍设施 根据该报道 这项安排将允许中国情报机构窃听 位于美国东南部的许多军事基地的电子通信 并监控船只交通 报告援引了熟悉该问题的美国官员的说法 称这项协议涉及北京支付数十亿美元购买该设施 科比没有详细说明报告中哪些方面是不准确的 科比告诉MSNBC 我可以告诉你 自从本届政府上任的第一天起 我们一直关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 尤其是在这个半球和这个地区的影响活动 我们非常密切地关注着这一点 这一报道的披露仅仅几天前 白宫警告称 中国军方的侵略行为日益加剧 他们在南中国海进行危险的军事行动 科比此前预测 如果北京方面不开始更加负责任的行为 人们很快就会受伤 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过去一个月里急剧升级 尽管去年夏季军事沟通非常重要 以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实际冲突的错误判断 但已经中断 中国拒绝了美国恢复军事沟通的努力 包括拒绝了上周两国国防部长会面的请求 拜登政府继续优先考虑 开启其他沟通渠道 据彭博社本周早些时候报道 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前往北京与高级官员进行会谈 可能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晤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南华早报的最新报道 军事分析人士表示 与中国相比 美国更担心缺乏高层军事沟通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减少潜在闪点 如台湾海峡事故和判断失误风险的关键之一 相比之下 北京认为最近的事故 如两艘军舰的近距离相遇 是由于美国的行动所致 但现有的沟通渠道仍可以防止试探失控 美国一直在推动两国军方恢复定期高层沟通 但遭到拒绝 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尽管两国国防部长在同一桌的晚宴上坐在一起 却只是握手寒暄 在两艘军舰在台湾海峡相遇 仅140米150码之后的几天内 两国最近交换了一些言辞攻击 美国指责解放军海军 在台湾海峡的不安全和不专业的行动 但中国表示 它认为一些巡航是一种挑衅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博表示 毫无疑问 两国军队之间的误判风险正在增加 但高层沟通主要是为了解决战略问题 而不是像最近的近距离相遇那样的战术问题 胡博冲说 在紧急情况下 两国军舰仍然可以相互通信 因此事故的风险并不像外界认为的那样高 拜登上任后 白宫开始推动高层国防会议 最初 他寻求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与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其亮进行会谈 后者的级别高于中国国防部长 但遭到了中国的拒绝 但此后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去年8月 北京切断了两国军方之间的三个重要沟通渠道 以回应当时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 北京认为这是对其主权的重大侵犯 尽管两国国防部长于去年11月在柬埔寨会面 但自那以后没有任何联系 尽管热线仍然存在 在美国今年2月打下一颗涉嫌是中国间谍气球后 北京拒绝了奥斯汀与当时的国防部长魏凤和之间的通话请求 北京还拒绝了奥斯汀与他的继任者李尚福在新加坡会面的请求 理由是美国对他实施了制裁 原因是他在将俄罗斯战机和导弹防御系统转交给中国方面发挥了作用 上个月美国印太司令约翰阿奎利诺还表示 他给中国的同行打的电话没有回应 美国和中国的分析人士都强调了切断沟通渠道的风险增加 但两国在如何处理这一局面上持有不同观点 现在恢复高级军事沟通似乎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因为中国正在试图将军事对话作为筹码 以迫使华盛顿改变其行为 现在是华盛顿总统安全事务顾问保罗哈恩来说的话 他现在是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分析师 他补充说重要的是两国军队进行接触 并保持沟通渠道的开放 包括1998年建立的海上军事咨询协议等机制 该协议去年被北京暂停 但北京大学的胡博表示 鉴于双方的不同观点和意图 这类机制并不那么有用 胡补充说海上军事咨询机制已经存在多年 但它无法解决问题 因为我们更关心的是战略安全问题 关于美国在我们门口附近进行如此多的军事行动 但他们更关心防止事故的安全问题 胡补充说 解除制裁应该是中国参与交流的条件之一 美国应该首先显示诚意 如果美国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 问题就无法解决 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军事分析人士表示 除了因为美国对李实施制裁引起的明显问题外 高层会谈还面临其他障碍 中国敦促美国采取切实行动阻止关系进一步下滑 他们李和奥斯汀怎么谈 在向台湾海峡和中国声称的南中国海等地区 发生美国的严重挑衅后 沟通的意义何在 这位接近军方的学者说道 尽管风险更高 但解放军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捍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他补充道 再来看来自路透射的报道 拜登团队几乎已经准备好公布一项限制约150亿美元 对中国科技行业的美国投资计划 这一过程可能比审查 涉及敏感国内领域的外国资本更加混乱 然而单单增加繁文入节就足以达到其目的 即将出台的提案被戏称为逆向FIRS 指的是对外国资本头像 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敏感公司 进行审查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最新计划将针对约150亿美元的投资 流向中国科技行业 即使涉及中国 FIRS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例如 该委员会直到2019年底才开始调查字节跳动 并且收购的美国社交媒体应用Musical.ly 而该交易已经公布了两年 现在的TikTok表示 已花费15亿美元解决数据安全问题 然而 由财政部主持的这个不透明的跨部门团队 尚未做出决定 这种审查已变得更加常见 2021年提交的超过四分之一的 FIRS通知被撤回 表明委员会需要超过90天的审查期限做出裁决 而在2016年 这一比例为12% 威尔逊 桑辛尼 古德里奇和罗萨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去年表示 与中国相关的投资增加可能是原因之一 拆解对外投资交易将更加令人沮丧 其中的复杂因素之一是许多中国科技公司在开难群岛注册 并在美国交易所上市 他们还普遍采用奇特的可编利益实体结构 允许投资者持有控股公司的股份 但无直接持股运营业务或其基础技术和数据 此外 华盛顿已经利用出口管制 关税和其他立法防线来限制中国发展尖端技术的能力 根据研究机构Rodium Group的数据 美国对中国的风险投资流量自2018年以来下降了近90% 而红杉资本则将其美国和中国部门分离 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人政治紧张局势 综合起来 实施逆向Kfirth似乎比他所带来的价值更麻烦 即使不考虑其方法论 审查的存在本身可能会让潜在投资者感到同样的疑虑 在关注来自路透社的消息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周四表示 已向招商证券四名分析师发出警告函 称他们在去年联合撰写的一份策略报告 在呈现方式和解释上不够严谨 该研究报告于2022年2月发布 当时中国正与疫情作斗争 预测国内股市将在反弹后寻求底部 因为经济年龄巨大的下行压力 在中国分析师和评论员的负面评论 往往受到审查 并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审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CSRC深圳局在其网站上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报告中使用的表述不够严谨 对预测A股的方法 逻辑和引用自早期报告的观点的描述也不充分 CSRC周四表示 四名分析师在接到处罚后60天内可以提出异议 这四名分析师分别是张霞 陈刚 耿瑞坦和图敬青 他们没有在周四的工作时间后 立即回复寻求评论的电子邮件 此警告出现之际 中国股市正努力在新冠疫情 复苏动力减弱的迹象下站稳脚跟 中国主要股指CSIS300指数 本周创下6个月低点 周四 CSRC主席议会满在一个论坛上表示 近期股市的波动引发了对市场公平性 投机活动和机构责任的讨论 并承诺采取行动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 此前 中国其他分析师和评论员在发表负面评论后 也曾受到审查 去年5月 交通银行国际控股前研究主管红浩 在发表一系列对中国股票的悲观评论后 被社交媒体平台审查后 几天离开了这家国有券商 此外 中国证监会去年3月 对使用风水预测股市趋势的券商 展开了一项打击行动 据官方媒体报道 最后来看来自卫报的报道 在新疆一名维吾尔族学生 因在微信上发布白纸抗议视频后 于去年12月被拘留 被判定宣扬极端主义最名成立 19岁的塔米尔 维依特 Kameli Wade 在12月12日 从中国中部河南省的大学 回到家乡阿图时候的第二天被拘留 自那以后 他一直没有音讯 但上周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 向经济学人杂志证实 维依特于3月25日 被判宣扬极端主义最名成立 发言人没有确认刑期的长度 但最高可判5年 维依特是去年11月和12月期间 中国严厉的零新增冠状病毒 控制政策引发的抗议活动中 被拘留的数十人中的一员 其中许多是年轻女性 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11月24日 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发生的一起公寓火灾 导致十人死亡 许多人将死亡事件归咎于居民 由于疫情控制措施 而无法离开建筑物 4名在北京参加抗议活动的妇女 在4月被以寻衅滋事罪逮捕后 获得保释 这是一项对政府批评者使用的 涵盖面广的指控 这项指控也可判最高5年监禁 据报道 4月获释的妇女仍受到警方的监视 维依特不曾参加任何抗议活动 但她受到的待遇更为严厉 亚洲人权观察组织的副亚洲总监王松莲表示 卡米尔·维依特的案件是独特的 他因为是维吾尔族而被拘留 仅仅因为分享了关于抗议活动的视频 王松莲说 维依特的案件显示 在新疆 国家可以将维吾尔族做的一切事情 包括许多和平合法的行为 都解读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并对他们进行任意拘留和监禁 维依特的哥哥卡夫瑟 维依特 是一名居住在美国的工程师 他在维吾尔族权益问题上有声音 他曾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维依特在微信上分享了一篇 关于抗议活动的帖子后 警方给他们的父亲打过电话 卡夫瑟还指出 他在国外的居住 可能导致对卡米尔的加大监控 这在中国居住的维吾尔族中很常见 卡夫瑟是通过经济学人 了解到妹妹的背叛 维依特在河南商丘工学院 学习学前教育 据其哥哥介绍 2017年至2019年间 他独自一人生活在乌鲁木齐 他的父亲被关押在在教育营 他一直抑郁不堪 中国外交部为对质品请求做出回应 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id it's not accurate we're we're focused on making sure that we can mitigate any threats from from China in the